武侠故事中,那些被赋予大侠身份的人该是什么样的? 以金庸笔下的《飞雪连天舍白鹿》《孝书神侠易碧渊》这十四部作品来看,最能够诠释侠之大者这四个字的角色莫过于北侠郭靖。 相对于那些小家子气的武林人士而言,郭靖的格局早已不在武林之中。 他不仅是在武林中行侠仗义,更是心系天下百姓苍生,最终是为了守卫襄承,以身殉城而死。 而郭靖即便是对待恶人也不一定会谢私底里,侠是深深烙印在他心中的,他始终是个宅心仁厚的人,所以他没有选择对欧阳峰复仇。 他一抵杨康,多次负他,他却依旧对杨康之子杨过,势如己出。 而金庸笔下有四位大侠的作风,就和郭靖截然不同了。 他们杀起敌人时的心狠手辣,甚至不输邪派恶人。 1. 柯振厄 飞天蝙蝠柯振厄是个怎样的人呢? 在唯实力论者眼中,柯振厄就是个丑爵。 他们口里虽然评价,柯振厄谈吐东邪,杖殴吸毒,痛骂四爵,掌阔北侠,怒斥习狂。 但多数是以调侃的口吻。 因为柯大侠每次登场都逃不过怒斥恶人到被人吊打,再到任人宰割这个过程。 但多数人没注意到的是柯大侠那份不畏强敌的勇气。 无论敌人多强,柯大侠心中的侠义始终没有改变过,这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,尽管他实力的确是差了点。 不过柯大侠也是有心狠手辣的一面的,比如他在面对恶人时就显得有些不择手段。 通常大侠是不屑用暗器的,但是为了惩奸除恶,柯大侠甚至会用毒灵这种阴毒的玩意儿。 书中他多次用毒灵伤人,而从朱聪的评价来看,这毒灵可是会让中毒的人生不如死。 原著道,彭寨主,这枚毒灵是我大哥的独门暗器,中了之后任你彭寨主号称连虎,就算你是连狮连豹,连猪连狗,连进普天下的畜生,也活不过两个时辰。 只能说柯大侠为了惩奸除恶是有些谢死敌礼,无所不用的。 尽管陆鼎记是一部反武侠的作品,故事发生的大清康熙年间也的确是武学末世,但此时武林中还是有那么几位顶尖高手的,比如洪安通、九难还有陈进南。 其中陈进南是最符合大侠形象的角色,不过他在书中却是用了一招不太符合大侠形象角色的神功,即凝血神爪。 原著道,柳大红道,陈总舵主,你在他身上是了凝血神爪,听说中此神爪之人,三天后全身血液慢慢凝结,变成浆糊一般,无药可治,到底是否如此? 陈进南道,这功夫太过阴毒,小弟素来不敢轻视,只是见他武功厉害又窃听了我们的机密,不明他是何居心才暗算了他,这可不是光明磊落的行径,说来惭愧。 中了凝血神爪的人会痛苦至极,这完全就是邪派武功,且不知陈进南是从何处习得此招。 三,肖峰。 乔峰之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,他几乎是金庸笔下唯一一个从出场到落幕都让人敬佩的人物,是一个真正的大英雄。 他当与帮帮主时,一搏云天,更有勇有谋。 后来他远走辽国,也不曾对加害他的中原武林心生歹义,最后更是为了两方和平而牺牲了性命。 要说金庸笔下能与郭靖齐名的大侠,思来想去也就只有肖峰一人了,不为别的,就为他们都是心系天下苍生之人。 肖峰最终是为了维护宋辽和平而牺牲自己。 不过肖峰与郭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,那便是他在进入战斗状态之后会变成另一副模样,如同风魔一般令人恐惧。 你且看巨贤庄一役他的表现。 原著道,乔峰杀人之后更加出手如狂,单刀飞舞,右手呼拳呼掌,左手钢刀横砍直辟,威势直不可挡。 但见白墙上点点滴滴地溅满了鲜血,大厅中倒下了不少尸骸,有的伸手易楚,有的堂破之断。 这时他已顾不得对丐帮救人留情,更无于侠分辨对手面目,红了眼睛逢人便杀,西长老竟也死于他的刀下。 那时的他哪里还有半点大侠的样子,杀红了眼的他比邪派还更像邪派。 但这也不能怪他,毕竟那场战斗不是对方死,就是他被杀。 乔峰是一代大侠,但是他也有一点小瑕疵,在个人感情上他是一个十分拎得清的人,孰清孰众从来分得明白,但是却也不得不说他是有一点自己的小私心的。 当他误以为段正纯是自己的杀父仇人时,他会在段延庆挑战段正纯时袖手旁观。 心里暗暗想的是,正好趁这个机会了解下段正纯的实力。 而当他误杀了阿珠时,尽管心里万分难过和后悔,但是对于阿珠的父母阮心竹和段正纯并没有半分歉意。 当然,最典型的一点是,虽然他不喜欢阿珠的毒辣手段,但是顾忌他和阿珠的关系却从没有制止过他。 萧峰对瑕疵也似乎掺杂了其他的因素,他拒绝慕荣伯的提议,有一部分是因为不愿两国冰封再起,而另外一层原因也是不愿把恩仇当作交易。 后来萧峰劝谏耶律鸿基南征之时,尽管当时劝谏不成,萧峰却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举动,而是随遇而然,即便被囚禁起来,也是每天喝着自己的酒并不在意。 四,邱楚基 邱道长作为全真教的德道高人,思想觉悟应该是要比人们刻板印象中的武林侠客要高一些的。 然而,在连载版的故事中,邱楚基在对付恶人的时候的作风却宛如邪派。 援助道,郭孝天在一旁看得心惊,心想异地是名将之后家传武艺,平日较量时自己尚稍训他一筹。 但这道人竟当他如无误,刚才这一首显然是江湖上相传的空手夺白刃绝技,这功夫自己曾听说过,可从来没有见过。 心中一惊之下,唯恐异地受伤,俯身举起板凳,只带道人匕首次来,就举凳去挡。 哪知那道人并不理会,拿起匕首一阵乱剁,把人心人肝切成碎块,左手提壶喝酒,右手不住把人肝送入口中。 片刻之间吃得干干净净,阳孤二人相顾骇然,不禁瞧得呆了。 也许是这段剧情过于抹黑邱楚姬的形象,金庸便在后来的版本中将相关的描述给删除了,毕竟光看这一段文字,邱楚姬哪里像个正派呀,就连老毒物欧阳峰只怕都做不出来他这等吃人心肝的事了。 在金庸笔下的大侠中,这四位算是比较另类了,城坚除恶是应该的,但他们的出手着实是凶狠过头了。